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后卫的紧逼之下一个转身传到了进区之内 这个点正好找到了哈姆希克 哈姆希克这投球一蹭脚都蹭得非常弱 这个进球墨西干发型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看这一座头发增加了点摩擦力 对 你看还向球迷展示一下 听到了咱俩这对话了 但是孙破这一下很好 逼得非常紧的情况下 传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对吧 左角落点非常好 而且球速比较快 对 哈姆希克稍微蹭一点点就够了 这个角度太掉了 15分钟 逐场作战的大林峰 凭借着哈姆希克的投球 1-0领先 漂亮 漂亮 这边空了 好一定给了 哈拉维这边好机会 停 跳 有了 漂亮 打的球 门凉的下眼 这个球呢 挑的力量稍微有点大 估计沙拉维自己眼睁睁的看着 对 生怕球打了横梁上 结果还是进了1-1 22分钟 时隔7分钟之后 这个球问题在 这个球的问题在于 本来是大林峰自己拿球在后场传递 但是呢 连续两次撞墙式配合 这个传球力量都不合适 结果终于被对方断下了 马上就是一个 对方的撞墙式配合 金心玉给的这个球分边 非常漂亮 就给的非常舒服 金心玉给到了右路 然后曹云定看到了 沙拉维中路空了以后 及时的横传 然后沙拉维这一角掉兽 应该说从一传一 跳起来 就可以起了 阿隆多 哎呦 这球抢到了 我沙拉维有机会了 登刀 掉了又一个漂亮 漂亮漂亮 补射阶段 哎这个球好 2比1漂亮 这个掉射跟第一个掉射 完全不一样 这是有心设计的一个 很有把握的掉射 这说起来呢 倒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 有益的传球机会 但是呢 正好谈到边后卫身后之后 沙拉维的速度充分发挥出来 是 上半场上天补射阶段 上海绿制成花队 由沙拉维打进第二球 将场上的比分反超了 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意料 我们再看一眼 这应该是前接给 点了以后 正好 又是积极域吧 沙拉维的身后 哇 这球跳得漂亮 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 这个知名 著名运动人 应有的意识 对吧 就像你说了 虽然他还没有完全 这个适应过来 达到他最理想的状态 但是他在逐渐的往上走 他都没有吹法 好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下半场主队带来一方 东西改为从屏幕的右侧 往左侧进攻 四哥 对白家军 中间有没有上人 自己往里脱 有机会 漂亮 哎呀 今天他的心理状态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 这完全是硬吃白家军 对吧 某军来之后 知道你要让 知道我要打门 但是我仍然起左脚 会打 两个队员愣穿过来 漂亮 不是 怎么踢飞了呢 进去 前面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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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立鹏 立鹏那脚凌空的抽射 太精彩了 立鹏这个球也甩开了 盯房他的后卫变成无人看守 对对 再看一眼 啊 这一个一个转车 哎呦 这下太漂亮 要说不不太好的 唯一的就是他这个角度 稍微正了一点 但是继续最后这一下 他不该发力 对 这下有点 这两个人隔空还在这 哈哈 对 哎哎 这个转过去了 对 唯一六 漂亮 有机会 哎呀 再来一条 这球进了 进了 哎呀 你看又是基金域 对吧 这球虽然是从右路传过来 但是呢 基金域要打的时候 没打回坐的 鸡皮湖顶处 这个球进的比较 比较高级 比较有想法 这个 六十九分钟 对 莫雷诺这个左脚还是油谱 油谱 虽然不直接 是刚才那个事件造成的 这个失球 对 但是那个事件绝对在这个情绪上和进攻的流畅节奏感上的产生了中断 就是卡拉特和生花的两个队员吵了两句之后 对 本来是他们有进攻的优势吗 就像蚁人用力量太大 结果被闪过来 这一线啊 这一线非常高 这一线啊 专冲的视线也 一是射门的角度也比较多 第二呢 好像射视线上 有点被遮挡 三比 这一下 你看这一下隋康熙很开心了 对吧 第一点被解决出来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主菜办塔基名少 全场比赛结束 这样的话 上海队队神华队在客场以三比二 击败了大连一方 他们率先杀进了今年中国足球杯赛的决赛 对吧